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姓李祖,我愛你們的小編,Kate 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命中注定的愛情呢? 最近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對戀人的愛情故事就感動了全球 他們曲折又浪漫的愛情故事,令大家相信命中注定愛上你 根據CNN報道,24歲的拿塔麗和奧斯丁是從小到大一起成長的胖伴 兩個人兩歲的時候又疑犯到認識,因為住得很近,不止在學校 房子學之後,兩個人依然都形成不離地在一起 就連晚星節,要糖果的時候也會受天手一起行動 回想起當時,拿塔麗就甜笑 當時小朋友都說要找同性的小朋友一起玩 但我們只希望找到大家 但在五歲那一年,拿塔麗因為父母離而搬家 從此就和奧斯丁團了聯絡 雖然兩個人的情誼在年紀很小的時候建立 但對於拿塔麗來說,奧斯丁對她來說是一個非常特別和重要的存在 所以她一直都很掛念她 八歲的時候的某一天,仍然在這裡思念奧斯丁的拿塔麗 就曾經問過有關奧斯丁的音訊 不知道現在奧斯丁怎樣呢? 大媽媽說如果我想起她,相信奧斯丁也會想起我 但當時真的沒辦法可以尋找 由於當時年紀太小,不知道怎樣找人 社交媒體和通訊亂體都沒有好像現在那麼發達 所以拿塔麗只可以在心中一直默默地思念奧斯丁 到了17歲的那一年,拿塔麗有一天很意外地在家裡發現了一部破舊的通訊樓 於是她憑著記憶去給奧斯丁家的地址 同時試一試在Facebook上搜索奧斯丁的名字 終於,在望望人海和無數個戴頭貼中,事情似乎有轉機了 我看到她的照片,一眼我就認得出她 馬上傳訊息嘗試跟她聯絡了 就是這麼巧,經過Facebook的聯繫,她發現奧斯丁和拿塔麗的父親住得很近 於是拿塔麗就趁著看望父親的時候順便跟奧斯丁見面了 回想起多年後重逢的第一次見面 我們就知道對方是對的人,過去的那些感覺都回來了 於是在第二次約會的時候,已經認定了彼此都是大家的靈魂伴侶 不過,重逢的時候兩個人都在不同的州份讀書 但非常珍惜這份失而復得的緣份 儘管分隔兩地,這隊戀人也決定勇敢牽起彼此的手 也能捱過這個超遠距離的戀代 終於,在讀完高中和大學,愛情也長跑了七年之後 奧斯丁就是親友的見證底下和拿塔麗求婚了 由失聯,嘗試找對方失敗 多到難得、重逢,並且可以捱過遠距離遠愛和愛情長跑 這一路走來,艱辛都非常不可思議 兩個人珍貴的緣份和收穫彼此的心堅精且難得 於是,婚禮的這一天,他們把童年的照片掛滿了會場 重現小時候的場景 奧斯丁的關鍵通訊率,設計成婚禮的簽導本 除此之外,兩個人還特地找了一架 同意時換紗相似的紅色級號車 重現小時候兩小無差的樣子 畫面感動眾人 而婚禮上,處處都是兩個人 從小到大攜手長跑七年的照片 處處都是他們美麗愛情的完整紀錄 雖然曾經失戀 但亦因為重逢,他們更加珍惜彼此 更加努力守候這一份失而復得的感情 塔利就說 如果當時仍是跟奧斯丁在同一個地方一起長大 或者一切都會不同 如果我當年沒有離開佛羅里達州 我不確定我們最後會不會在一起 由兩歲就愛上了大家 並且攜手共睹一生 這樣的愛情故事上太美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去一去 納塔利和奧斯丁的Instagram 看看他們浪漫又動人的婚禮 再見囉 中文字幕 李宗盛